心脏病一直是全世界的头号杀手 在我国 单单是2020年 就有超过18万人死于心脏病 心脏病的常见症状是胸部疼痛 可是女性会比较容易出现 和胸部疼痛无关的症状 导致她们延误就医 由于病症年轻化 专家就建议 三四十岁以上的民众 每一年体检 尤其是患有三高的人 来看一则商业资讯 配合今天的世界心脏日 沙登医院举行了健康省觉活动 缺血性心脏病 是女性健康的一大隐患 18万名死于心脏病的患者当中 女性就占了13.4% 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 是心脏病的最常见因素 但除了三高以外 吸烟、缺乏运动在内的 不良生活习惯 都是心脏病的病因 加上现代人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又不太注重饮食健康 心脏病是越来越年轻化 dan juga dulu kalau kaum wanita hanya menjadi masalah besar bila melebihi umur 50 tahun bila sudah mencapai menopos sebab hormon estrogen macam melindungi mereka tapi sekarang kita dapati lifestyle sudah berbeza ramai wanita dengan yang lain juga mendapat penyakit jantung pada umur yang lebih muda sebab dia ada kencing manis pada umur 30-an, 40-an jadi sekarang tidak ada tahap perlindungan daripada hormon estrogen 心脏病最常见的症状 是胸部疼痛 不过女性比男性 更容易出现 和胸部疼痛 无关的发病症状 包括疲劳 呼吸困难 和头晕 正因如此 不少女性病患 没有及时发现 而耽误就医 专家建议 30-40岁以上的民众 特别是患有 三高的女性 每年至少需要做 一次健康检查 包括检测 胆固醇 血压 血糖水平 和心电图 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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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糖水平